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看其他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你也可以把這個我是把它變成03 現在就03的11-2 那底下的話我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元件 這個元件的話是用那個Test 我們JQ Mobile裡面的文字區域 這個文字區域 那文字區域的話基本上也可以顯示出來 只是說顯示的部分 它裡面你就不能把它當一個網頁 來處理 HTML裡面當然相對的一定是用BR 然後用那個空白 那空白的部分的話一定要網頁 可是在這邊的話就 Test Average就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這個 因為寬度可能預設還是以手機為主 所以變成說你可能 這個要稍微調一下 這個要怎麼樣 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文字區域比較少這樣用 所以基本上 看有沒有 看 用CSS 設它的寬度 寬度 更高 OK 所以 對 CSS 所以最後還是要配合一個 CSS 去把它 改一下它的寬度 跟它的高度 針對這個 這個這個物件 所以通常的話 這個我們這裡面這個 比如說叫做 Outputs 2好了 你可以在 CSS 裡面 新增一個 CSS 的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去找它的ID ID叫Outputs 2 把這個Outputs 2 設定一個 設定一個什麼 設定一個它的什麼呢 區塊 區塊 區塊跟方框 應該是 區塊 可能 區塊部分的話你可以再去設定一下 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space 它的wall space 還有就是 等等的 它的寬度 方框部分 這乾脆設 Auto算了 這個寬度的話 然後高度的話呢 把它設 設為稍微再高一點點 也許我們用 200 200pixel 夠不夠 差不多啦 套用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自動幫我在 CSS裡面 有沒有產生一個outputs 它會幫我加在哪裡呢 它會幫我加在這個我的程式 上面的部分 如果你沒有 獨立出一個CSS的話 它會幫你把它放在 這個 上面 好像把它加到哪裡 是把它加到 把它加到 JQuery Mobile裡面 沒關係 反正 這個地方 你在新增的時候 應該要另外再增加一個 這個地方可以增加 CSS的規則 因為我剛剛是 油不要放這裡 所以它幫我把 CSS 放在那個 JQuery Mobile裡面的檔案裡面 如果沒有 你當然 額外再獨立一個 也可以啦 我們來 基本上這樣調一下 試一下 OK 你可以發現 寬度有沒有固定 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 有沒有 在高度的話 我剛剛 只有調什麼 一個CSS 它的高度是200 OK 然後寬度的話 我剛剛設Auto 不過它這個Auto有點怪怪的 跑到 很右邊去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你要固定 不然你就把寬度 再大概 設為大概 差不多 400左右吧 修改的方法 一樣 反正 我們只要有 寫 CSS 我這個叫Output 在這裡 然後把這個 我的 方框 有沒有 這邊 改成400 然後按套用 OK 這樣的話 我的Output 這部分 就再來測試 應該可以懂 那個邏輯吧 那其實Dreamweaver裡面的 這感覺 不夠 所以再把它拉 拉寬一點 600 好 那這樣的話 就OK了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在這邊 記得 加的方法 就是 可以先 要不就是你先找一個 CSA檔 要不就是說 你在目前的 目前的指的是 指的是這個檔案 我把它新增 新增是從這邊下面新增 特別注意 你要針對的 它預設是 複合 請你把它改成ID 因為我們在Output上面 不是 有一個 有一個ID ID是哪一個 我有增加一個Output2 的一個文字區域 那你可以去修改它的什麼 CSS 那要放哪裡 特別是關鍵在這裡 我剛剛是放在這裡面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僅齒文件 特別說關鍵的地方 OK 按一個確定 它會幫我把這個 那我只有改方框裡面的 這邊看 按設600 這邊設為 大概200應該差不多 按個套用 那你會發現 因為我存檔的時候呢 是放在僅齒文件裡面 所以呢 它會幫我加在哪裡 加在有沒有發現 其實就加在這裡 Style Type 有沒有 CSS在這裡 剛剛的東西 如果你怕會重複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這個 CSS 把它刪掉 剛剛這個 這邊有個垃圾桶 把它刪除 OK 那你就會在你的Style裡面 找到這個 現在就是 那它其實只有增加什麼 增加一個那個 就是緊的output 也就是針對你的那個ID是output2 去做一個寬度 高度跟寬度的設定 那當然一般 如果你自己會打的話 其實有些設計師 自己打CSS 你也可以自己在什麼 在你的那個 Head裡面 自己在串一個Style 就這個 把它加在這邊 不過 大家如果Junweber用習慣 我想你應該還是會選擇 這邊 有沒有 OK特別是喔 請你新增一個CSS 應該找得到了 切到面板是CSS的樣式 全部裡面的這一邊 那把它再執行看看 應該是OK了 把它拉寬一點點 600 按確定 沒問題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來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地方 再加上去 所以 未來 恐怕你們還要多學一個東西 就是CSS CSS 因為以後的 手機裡面的版型 你要控制它 必須用 CSS來控制 OK 好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了 剛剛的部分 可以直接看一下雲端上面 那我有把剛剛最後的那個CSS畫面 放在這裡 包含就是說 怎麼去新增 OK 因為它按鈕很小 我發現如果你 比較初心的同學 或者 有點老花的同學 可能 這個這麼小 其實為什麼 Adobe 它設計 為什麼要把按鈕弄那麼小 奇怪 把它放大一點 不是好一點嗎 OK 所以 這個有點像機關 小小一個 按下去 上面請你選ID 為什麼要選ID 就針對你現在加的那個 不過特別重要 我上面有再加一個 這個東西 就是從文字區域加進來 我把它改名叫output 2 跟上面做區別 所以有一個output 2 所以你在選ID的時候 會有一個output 2 但是如果你上面沒有加 沒有加一個文字區域的話 改成output 2就沒有 OK 因為我是有增加一個文字區域 那我是要針對那個文字區域做 版面的調整 才會需要 才可以看到剛剛的這個畫面 如果你剛剛漏掉的話 那這個畫面就不會出現 就是output 2 然後僅此文件 當然將來 如果你的CSS 排版的東西 比較多的話 底下還有另外 再增加一個CSS檔案 你可以另外 另存一個檔案 如果沒有 我建議是 僅此文件 然後 OK底下的話增加出來 就是 有一個 這個height 200px 跟那個witch 這個600dp 那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各位就可以看到 類似 長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計時一下 那基本上 他就可以讓我排一個版型 就出來了 看到結果 其實我覺得 還蠻OK的 這個地方的話是 我們剛剛額外補充的 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繼續看那個 我們的 石頭剪刀布 那我這邊特別注意 第一個 我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即時一下 那他漲的 因為我是用 絕快的 1.0的版本 然後把它 執行 不過這邊有一個 因為我剛剛沒有選到 先選一個 所以 你設計的時候可以 D4一個 預設一個 不然的話我沒選到 按確定就 那這個地方 我是在 測試的時候 前面講過了 多先知道一下 那個 到底我程式的邏輯 對不對 所以我會先跳一個 先把那個 電腦選的 2 1.2.3 按確定 那我是選1 那前面會多一個空白 我記得好像我是 把一個空白 1.2.3這樣邏輯 不要簡單 按確定 好 那最後前面我們是用alent 不過我現在呢 把那個alent 本來alent的東西呢 直接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我下方這個output裡面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串 一個是 電腦出剪刀 因為他餓 然後呢我出石頭 那 你贏了 OK 那不過這個地方還有一個缺點 最後我沒把它存起來 做完了 下次如果再玩的話 比如說你在 剪刀 他又重新再一次 你輸了 所以也許你可以讓他 跑個10次吧 然後最後 到底誰輸誰贏呢 OK 那就 可以當個 當個 遊戲來玩 OK 剪刀石頭布 1 3 我又贏了 OK 那 比較重點 其實關鍵就是在 如何利用這個選單 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如何當我按下確定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抓到那個選單裡面 到底我選的是1 還是2 還是3 這才是關鍵喔 OK 這個其實很麻煩喔 怎麼去抓裡面的值 OK 其實非常簡單 一行程就搞定 但是其實 這叫怎麼 首先第1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剪刀石頭布 第1個的話呢 我私利用JQuery Mobile 上面有一個叫 不是核選 特別注意 是用這個 叫選項按鈕 把這個選項按鈕呢 拖拉過來 那它會 產生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在這邊 產 這邊 我在底下 這個比較不干擾 我再另外再做一個好了 Enter一下 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 我這邊 插入一個選項按鈕 它會出現說 請問一下你的名稱叫什麼 然後呢 你要幾個選項 那因為我剛好有三個 所以呢 那你要垂直的還是水平的 它還可以讓你選擇 我用水平的好了 比較不占空間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就出現了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我就把裡面的東西 這個裡面的東西 做一些修改 哪些修改 第一個特別注意 我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選單裡面 他應該底下應該會 會有一個 他選這整個 OK 底下的話 我大概做了幾個調整 第一個就是先把裡面的那個 選項改成 石頭剪刀布 讓使用者去挑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要 到我們的那個程式裡面稍微看一下 那我大概 其他的話 Input Type Input Type Radio 然後 Name的部分 特別注意 我這邊是Gas Name的部分你會發現 這也是Gas Gas 特別注意 名稱這三個都要一模一樣 ID的話呢 這個是123 所以呢 Name 一定要全部一樣 因為全部一樣 它才能夠 三個只選一個 如果你Name不一樣 它變成 可以多選 OK特別注意 第二個ID 那每個ID當然不一樣 ID個別不同 那最後的話特別注意 它最後的話有個Value 這個Value 就123 特別注意 Value 才是關鍵 你如果按下選擇 按確定之後 它會回傳這個Value給我們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我先建一個這個選項 然後按一下確定 再來等一下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 點選的確定之後 要怎麼樣去判斷說 到底使用者點了哪一個 然後呢 我可以去做比較 並且把結果呢 顯示在下方 好那畫面先還給丟一下 試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